大家好 有沒有懷念讀書? 讀書就真的是 其實我挺懷念在香港讀書的 因為我有一半時間 某程度上大部分時間都在加拿大讀書 我小學就在香港 你最懷念是什麼時候讀書的時候? 小學 80 年代 所以人們經常說我喜歡80年代的 我喜歡汽車的 80年代的 汽車的髮型 你看我 完全是生於80年代的人 我覺得很懷念 我很懷念 我也很懷念 我讀幼稚園的時候經常有茶點時間 很喜歡回幼稚園 你為了茶點 為了茶點和那杯橙汁 幼稚園我也記得一點 現在差很遠了 現在我就要早點起床準備蟹子上學 所以 所以 上學對我來說 變成了安排籌備他上學的東西 現在慢慢訓練他獨立一點的 自己準備自己上學的東西 快要開學了嗎 快要開學了 現在趁暑假還沒完 快點玩多一點 現在不用什麼那麼重的書包 現在很多東西都可以 都是 少了一些書本 有很多時候都是一些薄薄的工作紙 或者一些 老師準備的教材 沒有以前那些很厚的一本書 要帶回學校 不用幾十磅 是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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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好嗎 människ